我现在 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王健少25岁 来自山东活动策划 女嘉宾乔女士22岁 来自山东活动执行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帽子扣得很大 最后你扣那顶帽子叫 三观不正 所以想分手 您是想分手的对吧 她哪三观不正 说说吧 就最近的一件事 前几天我翻了她的手机 发现她跟女生的聊天记录 特别暧昧 她给我的解释是 这是工作上的朋友 需要彼此了解 然后建立感情 才可以好好地做这个工作 但是他们谈的问题 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 谈到了彼此的生活 还有每天要做的事情 每天两个人做了什么 都相互说 以及这个女生受到了什么委屈 都告诉她 向她诉苦 她也每天细心地安慰人家 是吧 没有 其实那都是工作关系 因为我是活动执行 活动策划嘛 然后他们就是一些礼仪啊 模特儿 因为我经常要带他们出去 出活动嘛 然后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些分歧啊 有些位置不好啊 费用问题啊 怎么怎么样 我是做这中间带头的 然后跟他们处理好关系 以后有经常的活动嘛 也好搞好关系嘛 都是工作关系 我跟她解释过很多遍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事 也跟我经常吵架 那如果说像她这样说的 只是工作的关系 因为工作里边有这些困难 要彼此来了解一下 我的确能理解 那可是我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生活琐事 明明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 就是暧昧地聊天 能解释吗 我这人吧 就是比较活那种的 他们跟我说一些生活上的事 我肯定要礼貌的人回人家 因为以后的活动嘛 还有抬头不见低头见嘛 所以说跟我说说话 我就会礼貌心地说 加油 很棒 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 然后她就觉得 我跟人走得太近了 聊得太多 就是这么个意思 其实在你身边 也是围绕了很多的异性 是吧 你是要起到一个 平衡这些异性的一个桥梁 按你的说法 这是你的工作需要 对吧 算是吧 算是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事 放在这儿 就当她的一种解释 她对你其他方面好吗 你小片里说 也没什么安全感 这个是指什么呢 就拿这一个事情来说 那我也不是不同情理 你实在工作需要 那我也应该体谅你 谅解你 后来我这会气要消了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事就这么 让它过去吧 最后她却补刀 给我来了一句 其实男人都这样 我当时一听 我就根本忍不了了 这不是就是渣男的话 是什么了 然后我当时须毕竟 Aye 谢谢 scientifi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俩在一起有快乐的时光吗 姑娘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在一起两年了 你要是让我现在想想 我们之间有什么美好的回忆的话 我真的想不起来 每次在生活里边每一件小事 它都能让我搞得特别不愉快 这怎么会呢 因为他这个人嘴巴就很毒 自以为是得开一些很恶趣味的玩笑 小片里好像说过这事 今年年初的时候 在微博我刷微博 看到了一款就是新出的吹风机 然后这个吹风机当时介绍的时候是说 吹干头发又快 又不伤头发什么的 这个博主推货的时候就说 人家有一个男生 买这个吹风机买了三个 给自己的妈妈一个 女朋友一个 女朋友妈妈一个 我就把这个截图 当时我也是无心 觉得撒撒娇吧 截图发给他 然后我说 哎呀 你看人家 别人家的男朋友多好呀 对 那就是别人家的男朋友 又不是你男朋友啊 对 然后呢 因为我怕他有经济压力 我就说 其实我也并不怎么 太喜欢这一个吹风机 我觉得它还挺贵的 那我最后是不是给你买了 我那也没说什么呀 对 你是买了 他当时跟我说 那人家这些人长得漂亮 人家用个好的吹风机 那你长那么丑 你还值得用个这个吗 用个便宜的不也一样 从小我不喜欢别人的男我比较 何况我是他的男朋友 然后他拿着别人的男朋友 来说我 我心里吧 多少就是不是那个滋味 我就想怼他一下的 他后来还补刀夹了一句什么 说你让别人送你爱马仕的女孩 你自己手下得买得起香奈儿啊 那这句话我就 实在是心里就过不去了 你这就是 意思就是说 我还配不上一个吹风机吗 这句话是我看那个朋友圈 朋友吐槽一个人 我正好那个时候 我心里有气嘛 我就就复制了 给粘贴过去了 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事 我就 这恋爱谈的 还有别的吗 我们的每一件小事 它都让我觉得特别不愉快 还有呢 说 前段时间我下楼梯 不小心踩空了 膝盖撞到了台阶上 当时膝盖都凹进去一块 我真是特别疼 我现在我就给他发了个消息 我说我下楼买柚子的时候 踩空了 撞到台阶上了 挺疼的 你赶紧回来给我看一看 那你当时回了我就什么呀 我说这个季节冬天的柚子甜嘛 但是我那个时候怎么回事 我说在那搞策划方案 很着急要加班嘛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出门 我记得他跟我说是脚磕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有事的话 肯定会很着急让我先回去 他知道我工作忙 然后我就 我也不能不回他 我只能就简单回了一句 结果就又弄得很僵 那我告诉你 主题是我下楼把膝盖磕得挺严 让我很疼 你就问我柚子甜不甜 你只关心那个柚子吗 你关心过我吗 我回家第一件事就看你的腿 有事的话我带你去医院吧 就是男生在不切时机的时候 去开一些他认为很幽默的玩笑 但是女生完全是接受不到的 是这意思吧 对 我知道没什么恶意 你也不用把他放大地去 想他不关心你 对吧